民主動力的蔡遼暢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民主動力的蔡遼暢 歡迎大家來到時事一丁的節目 現在天氣真是熱,周身慶 不過更加慶當然就是政府近期的所謂的替補機制 搞到大家七一越上街才能夠令到他暫時押後 將這個惡法硬硬推上立法會去過 可以這樣說,大家走了一整天七一都算是有少少意思 不是就好像早前曾玉成都說 往往可能也是,政府要夾一些保皇黨,硬硬要舉手 但是這樣說後座又不等於替補機制從此就收工 因為現在你看到最近政府又提出一個諮詢文件 說這個諮詢真是千萬古怪的 首先諮詢期又只有兩個月 一般現在政府很多諮詢都少搞三個月的時間 兩個月急就張的諮詢 最離奇就是他現在發出四個方案出來 就是去諮詢看看怎樣去處理 即是說所謂他們說可能有人要去搞事辭職 引發一個補選 怎樣去堵塞我 提出四個方案 但是這四個方案居然裏面連政府都搞不清楚會不會 有些其實是違法違憲的 都未搞清楚你又堅強推出一個諮詢文件 我們都不知道是一個政府來的 即是就算你閉腳鴨也沒理由閉成這樣 這個真是我們覺得完全不單止不合格 簡直是要零分發去做過 所以為何我們一直都說這個諮詢 在我們去答之前 根本首先不應該是這個 整個替捕機制的方案應該是全面撤換 政府應該想清楚想錯 以及以有清楚民意覺得要改變你才去提出 亦都提出的方法亦都應該要想一下 是不是要解決法制的問題 坦白說現在政府提出那幾個 所以四個方案我自己看 都真是本身法律上是有很大的疑問 雖然林瑞麟早幾天說找港大教授陳雲毅的說法 做擋箭牌也可能沒有問題 但是第一就是可能 第二就是未生去研究 反而在早一個階段 其實大律師公會多次發表聲明 要求叫政府不要強行來 大律師公會的理據是非常清晰 因為它依賴基本法的第26條 那部分就是關於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的部分 基本法第26條清楚說明香港的永久性居民 是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權 當然其實基本法第26條之前的第25條 亦都說了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平等 我們綜合來看 根本香港只是永久性居民 即是合乎我們有投票權 你投票的權利 當然投票除了一個正規選舉 大家都知道我們過去都有補選 這個補選的權利當然也是包括投票權裏的選舉權 還有一個就是被選權 即是任何人都可以合乎基本資格 應該是可以作為一個候選人 至於選不選就是選民去決定 不是政府自己立了哪些人又不讓他選 或者何時又不能選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用大律師公會的 基本的一個法律分析上去看 政府現在提出任何的方案本 都絕對有可能 是面對一個很大的一個 即是違反基本法的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你不搞清楚 你再去講這些細節 要大家去講什麼呢 其實真是賺市民笨 所以一句都講完 希望大家一條心 反對這個替捕機制 我們極普選聯盟 亦有一個分析一人一電流 大家可以上我們這個 www.universalsubrage.hk 這個網站 一起去一人一電流 炸爆政府 反對任何的 剝奪我們選舉被選權的替捕機制 謝謝你